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一个点左右 那么收盘价格在6750点附近 中国方面 上海和深圳均有大约0.3%的涨幅 但是上证指数目前依然是在3000点以下 欧美方面 英法德以轻微下跌为主 美国三大指数跌幅稍微有些大 最少的下跌0.8% 最多的跌幅达到了1.3% 黄金价格也因为美股的下跌而上涨 金价一度是冲击至1550美元大关 随后下跌至1535附近 但是数字货币比特币的价格 则从100美元上下跌至8700美元 下跌幅度超过了12% 石油价格则从59美元价格下跌至57美元附近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的就是 澳洲总理莫里森 最近在美国访问时期发表了一些对于中国的评论 那么这个评论可能将会导致中澳关系在近一段时间的下滑 从而会影响到澳洲的经济 我们知道莫里森在上周五去前往美国访问之后 在周一和周二和特朗普见面的时候 分别是谈到了中国 那么莫里森说到 以目前中国的经济实力来说的话 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大国 可能要重新考虑 现在是否应该还是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来衡量 那么他也是说到 因为由于现在中国的经济已经跟之前相比已经是相差很大了 因此继续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来获得一些优惠条件 在他看来并不赞同 那么随后特朗普也是说到了有关中国的一些言论 那么这些言论使得中澳关系在最近几天是出现了下滑 市场也非常担心 由于中澳关系的下滑 将会导致澳洲经济的恢复时间将会延长 那么虽然莫里森随后也是说到 他在衡量澳洲和美国以及澳洲和中国的关系时 他说到 美国是澳洲最大的盟友 而中国是澳洲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伙伴 他并不是要选择哪一边 而是要处理好同时处理好和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这句话看似说上去是滴水不漏 但是其实从我们这个评论包括第三方清醒的角度 其实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在过去的30年 一直以来都是跟随着美国 从未跟随过中国 事实上他是希望靠着美国这边 但依然能够赚到中国的钱 但是现在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的提高 因此这种情况越来越难以继续持续 那么事实上中国和澳洲的关系之前 我说过就相当于是淘宝天猫上的买家和卖家的关系 之前可能这个卖家手里的货非常的好 所以买家一直希望从这家卖家里面买货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对于澳洲来说是最大的客户 但是澳洲对于中国来说并非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澳洲的铁矿石和铜矿可以从巴西和智利选购 澳洲的其他矿产资源奶粉也可以从新西兰和欧洲来选购 但是对于澳洲来说一旦失去了中国这个最大的客户 那么他无法在短期内找到合适的代替者 所以说现在中澳的关系已经不像十年前二十年前那样 现在应该说中国对于澳洲的重要程度要远远比澳洲对中国的重要程度要大得多 所以说中澳关系的这个冷淡或者是退步也将有可能直接影响到澳洲产品在中国的销量 比如说去年曾经有一段时间 这个澳洲的红酒奔赴红酒在中国的清关时间达到了三个月之多 也包括过去这个半年多 这个澳洲的奶粉贝拉美奶粉在中国清关时间也超过45天 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 那么这些呢都其实呢是让投资者非常的担忧 其实我们也知道莫里森总理他本身是财政部长出身 他是搞经济的 他也知道呢不能随便乱说话 但毕竟他这次呢是去美国访问 到人家家里面去总得恭维主任几句好话 这也是正常的 但是呢从我们的投资者包括股民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 他这几句好话就造成市场的下跌 在过去十个小时澳洲股市增发了整整一百亿啊 所以他这几句话的代价是非常大的 但是从现在情况来看 我们相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 澳大利亚呢依旧是希望和中国和美国同时保持着相对于良好的关系 因此呢只要中澳关系没有出现大的滑坡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呢 这个双边的贸易情况还是能够持续下去的 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说一下澳洲自己本身的房贷情况 我们知道自从2017年澳洲成立了皇家委员会之后呢 对于银行业的贷款审查是越来越严格啊 先是监管后来是罚款 然后呢逼着四大银行的CEO都换了人 但是我们知道昨天澳洲总理莫里森又在美国 遥远的美国啊 呼吁澳洲银行要加大放款的利路 来帮助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恢复 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呢 还不是由于现在银行依然是不愿意太多的放贷 我们知道历史背景之下呢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澳洲的银行 因为呢来自国际的投资者包括移民的增加 使得澳洲的房价在过去的十年有一段时间增长非常的快 那么之后皇家委员会呢就找理由 说的是银行贷款太松了 随便哪个人都可以贷到很多的钱 因此呢各种的罚款啊 监管啊 要求啊 就随之而来 四大银行呢也被迫换人的换人 老大辞职的辞职 每一家银行现在都花了几亿澳元 雇了很多几千个 所谓的法律和合规人员来监督各个部门 那我们知道从去年开始呢 澳洲的银行业呢 他们的不管是销售部门还是客服部门 已经取消了奖金 随之而来的呢 居然这个年终奖呢 是和客户的投诉量 和有没有违反法规相挂钩 而不再和业绩相挂钩 这就直接导致呢 银行从业人员呢 无心战斗 你说这个银行 它本身就不是一个慈善机构 它是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是为股东而谋权益 花了这么多的钱 请了那么一大堆人 现在前线战斗人员又不是以业绩衡量 那你说股价怎么可能不跌 所以银行股呢 在今年四月之前 其实价格呢 也是过去两三年的最低价 那么从现在来看 澳洲的房地产的拍卖率正在回升 但是我们知道股市里面有一个词语 叫做量价其升 现在价格是起来了一些 但是量交易量成交量依然没有上去 为什么没有上去 主要原因就是银行放贷 依然没有松开 我不愿意放给你 我放给你的钱少就直接导致了 很多人拿不到预批 没有办法参加拍卖 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呢 澳洲的房地产市场 如果出现了量价其升的局面 也就是拍卖的平均价上涨 同时成交的房屋数量也大幅上升 只有在这个时候 那么房地产才真正叫做触地反弹 要不然只是一些零星的 数量只有过去三年三分之一的 这样的成交率成交量 那么即使价格上涨 但是在我看来 也并非意味着整体局部的反弹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 悉尼和墨尔本的线下活动 可以通过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在线报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